机器使用视频 以鸡蛋为例 机器显示屏上显示 下面是设定温度和设定湿度 上面是箱体温度和箱体湿度 机器出厂设定的是自定义模式 自定义设置温度是37.8 设置湿度是60 孵化鸡蛋不用调适设定温度和设定湿度 箱体温度在设定温度上下浮动0.1到0.3不影响 前期湿度50到70左右来回浮动不影响 短时间高点低点没事 加水控制湿度即可 冬季环境温度和环境湿度较低 加碗水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慢慢上涨 翻蛋时间到计时 孵化天数不断电 不调适机器天数会24小时自动累加一天 在试剂过程中 箱体温度和箱体湿度偏离设定温度和设定湿度太多 出现报警声 按一下减号键取消报警声 孵化前手动测试翻蛋 按一下加号键 翻蛋显示灯亮起 打开上盖 观察滚轴蛋盘能否正常运转 机器设定的是120分钟自动翻蛋一次 每次翻蛋时间大概是15秒左右 双电机器停电使用电瓶时 需要手动180度翻蛋 每天翻蛋3到4次 试剂两个小时以上 箱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以后 就可以放入肿蛋 孵化前挑选肿蛋 打开上盖 断开翻蛋电机对接插头 把肿蛋放在滚轴蛋盘上 小时转发开上盖 开中火 小时转发开上盖 开中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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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